新政府减少万字特别开采 博彩股马上大跌 这个时候应该捞底还是cut loss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最热闹 我是主播婉信 来看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 首相拿督斯李安华 昨天在召开新政府的第一次内阁特别会议之后 公布的第一项政令就是 减少明年的万字特别开采期数 博彩股 也就是多多博彩和万能 马上就一泄千里 没有特别开采 博彩股会少赚很多吗 凤龙投行研究分析员的答案是 不会 影响很小 还建议投资者趁大跌时捞底 分析员是说 特别开采的销售本来就比立场开采低 而且特别开采还要被征收额外10%的税收 就不是个很好赚的生意 最担心的是 特别开采会分散掉一些立场开采的投注 因为刚刚说的额外税收 这些被分散的投注反而降低了博彩公司的盈利 所以分析员认为 新政策影响不大 博彩公司股票还是值得投资的 尤其是昨天大跌之后可以买更便宜的位置 而多多博彩和万能的股价今天也是明显反弹了 下来我们关注一位大马股市名人 私募基金Creator的创办人布拉玛 他的Creator一手策划了Mr.DIY和CDoS这些明星股的上市 让他也成为了马股大红人 现在这位著名投资者多了一个新身份 就是亚洲慈善英雄 福布斯亚洲最新公布的这个亚洲慈善英雄榜 布拉玛和他的律师妻子珊蒂共同入围 让他和香港首富李嘉诚齐名 布拉玛夫妇今年5月承诺捐5000万令吉给拉曼大学 又捐出了2500万英镑给布拉玛的母校 英国伦敦帝国学院 他们也共同创立了非盈利性质的Creator基金会 布拉玛旗下现在还有T-Life补公司 LOOP控股和大西药行Big Pharmacy等等未丧失的公司 你会不会期待这位大慈善家新的市场动作呢 把焦点转向国际 过去十多年来我们见证了韩国娱乐的强势崛起 从音乐电影到Netflix电视剧 在全世界掀起了寒流 或许不久的将来 我们还会看到全世界为韩国漫画而疯狂 越来越多大型投资机构 已经早早部署在韩国漫画圈 像管理着6亿美元资产的GVA Access Management 近年就投资了1500万美元 给一家网络漫画生产商 沙地财富基金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 也对投资韩国漫画很感兴趣 韩国的网络漫画市场 从2017年的3亿美元 增长到2020年的8亿美元 这样的增长速度 你是不是期待很快看到韩国漫画 像由于游戏这样串红呢 原神控股昨天获得了 安格拉Azoo能源有关FPXO的初步协议 估值高达接近10亿令吉 双方会在60天内再确定租船合约 新年投行积极看待这个进展 并认为云深控股看来需要为这个项目投资15亿美元 而管理层已经说了 暂时不会发行附加股 而会另外找资金投资这个项目 行家预计这个投资的内部回酬率大概有10% 也就是订单价值可能高达47亿美元 换算下来值每股35仙 在进入这个项目的价值之后 行家给出三令吉20%的目标价 建议买入 下来还是一支油气股 乌兹马 这家油井退役专家刚刚交出了好业绩 大众投行研究认为 该公司的未来前景一片光明 乌兹马现在手头上还有20亿的合约 而且国油和东南亚在未来几年会退役很多油井 这些都是乌兹马的好机会 反正新能源的业务进展有点不顺利 行家认为该公司要等到本财年的第三季 新能源工程才能赶上进度 但是这并不影响乌兹马的美好前景 行家给出的是超越大市评级 目标价是70亿线 接下来是一家产业股 UEM阳光 这家发展商刚刚卖出霹雳州一大片土地 准备收回7550万令吉 大马投行研究认为 UEM阳光现在没有打算发展这片土地 收回的现金也减少不了多少负债率 对全体公司估值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但至少收回一些现金 准备买更多土地来发展 也还是比较正面的事情 只是UEM阳光现在的估值和疫情前相当 上行空间不高 所以行家只能给出守住评级 目标价是25先